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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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天巨浪不斷打向岸邊 光看就觸目驚心 台風最嚴重 水最嚴重 日本近25年來遭遇的最強颱風燕子 台灣時間4號上午11點左右 從四國登陸 強風好雨來勢洶洶 日本全國不敢大意 狂風掀翻屋頂 塔車橫抖在橋上 障潮就像海風來襲 關係機場跑道被海水淹沒 附近停泊船只 跟隨著大浪漂流 衝上機場對外聯繫的橋樑 燕子海風所到之處災情不斷 大阪神物和四國沿岸 海水水位暴漲超過兩公尺 日本氣象天嚴密監控 更要附近民眾提高警覺 24小時降雨量 出呼孔超過500行 還可能釀成土石流災情 日本政府已經對十個府縣 超過六十八萬三千人 發出避難全告 燕子颱風更讓新日本交通大亂 超過七百個日本國內外航班停飛 新幹線電車被迫停駛 高速公路和離島船班 也通通暫停營運 燕子颱風中心穿過日本經濟地區 將沿著日本海移入北上 但保護車還隨著日本隔壁造成影響 日本民眾無不攻警神經營隊 在新聞官員報道